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降维的打击在高速上到底是什么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停 请注意刹车会必让 酷 可以 对 从120减到大概 85左右 其实也不是特别突兀 很远的去处理问题 还是有点实现 前方有进去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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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 能够 准备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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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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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never even have to leave this room I found paradise in you I found paradise in you I don't care we've been home We never even have to leave this room 今天不仅有高速公路修路 高速公路事故 哇 你们安排的大阵仗 安排的大位子 好 太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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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1点54分 我们整个的这个驾驶的话 消耗了差不多101分钟 那么开的里程有多长呢 是100公里 那么整个的这个驾驶过程当中呢 我自己人为的去干预的过程 其实只有两下 我主要就是望右 做了这个拨杆的动作 然后让我们的车辆变到更右边的这个车道上面 因为前方的这个道路的话 有一个这个高速的一个连续的碰撞 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干预我们整个驾驾的一个动作 所以的话你可以想象啊 整个的100公里的行驶里程 我们只做了两次的向右的拨杆变道 这个确实是一个还是让我们非常满意的一个数据 好 我们现在已经激活了 一直在寻找更快的线路 我觉得如果是我在这样的一个路况下面驾驶的话 可能我的变道不会有小朋友这么激烈 还是 这一段是特别忘记的 嗯 我们的右前方有一台 已经识别出来了 我们往左稍稍做了一个微调 哎呦 这个选择 前面有一辆 又变回去了 哦 又变回去了 好吧 可能也看到了啊 是的 我们感知到前面有一辆这个水泥的这个灌车 不让不让不让 刷车有点猛 还是让 但这个时候其实不太对的 后面有一辆重卡 你往右偏一点 然后加你四 对 因为重卡在后面让它杀 其实挺危险的 挺危险的 嗯 一辆傻水车加赛 哎呦 请保持关注路况 哦 哦 哦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啊 这个是 按照Roki说的 这是老流氓级的 这个 cut in 然后我们也应对了一下 好 现在就绕过来了 因为可能我们也看到前面路况还是比较复杂 右边的车道 哇 一个行人穿越马路 好 有大巴车 有一辆MPV 我们都及时的避让它们都是比较慢 这个是 小西纪念 哦 这个车 这个车根本就没看到我们啊 这个三轮车 哇 不过我们特别特别紧 抱着一下 小西线 哈喽大家好 我们现在呢已经结束了在广州城区的我们小鹏G6的NGP的这个体验啊 一些数据跟大家汇报一下 首先呢我们驾驶的距离的话是18.4公里 我们耗时的话是53分钟 那么在这么长距离的这么长时间的这个体验当中呢应该说我个人介入是零次 但确实系统呢在NGP状态上面退出有那么几次我的印象里面大概有四五次吧 主要的话呢是在这个变道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一方面我施加的这个力量过大有的时候会造成这样的闪退 那么也有的话呢是车辆自身的这种闪退 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哪种退 对我们整个的NGP的这样的一个体验都没有太多的一个影响 那么第二个印象的话呢就是对于一些特别极端的一些场景 那么我们这台车的话处理的还是不错的 我记得有一个非常极限的一个cut in 是一辆丰田的一则在前方进来的一个画面 那么这个画面我们也处理的很好 另外一个呢是当我们前方遇到一个水利贯车的时候 哎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从容的一个绕行 那么这么从容的绕行应该说是这个版本的这个XNGP 它带给大家的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个体验 那么第三个印象呢是关于博弈 应该说呢这几次在道路上面的博弈 比方说我们在左转的时候跟一台奔驰的博弈 以及我们在一个合并道路的时候 跟一辆我们左侧的轿车的一个博弈 这几次博弈啊我们小鹏都败下阵来 但是我觉得这个背后可能是小鹏在策略上面的一些调整吧 应该说在城市这样的工况下面 大家还是要以安全为主 我们在道路驾驶过程当中 礼让三分而不斗气 这样的话会让我们整个的行驶更加的平稳和安全 好了今天的话关于我们城区的XNGP的一个分享 到这里就告一段了谢谢大家